高声怒吼 邀印尼归还渔船 超过50名市耕庄的渔民 今天来到吉隆坡的印尼大使馆前 抗议印尼海军早前非法越界 袭击并掳走我国渔船 虽然天空下着雨 但却交不息渔民的怒火 他们在大港国会议员布迪曼 和巫统区部主席加码的带领下 拿着渔船使用的缆绳 到大使馆提成备忘录 要印尼当局放人放船 印尼大使随后出面 双方对谈长达20分钟 最后印尼大使接下备忘录 表明会竭尽所能解决纠纷 而渔民希望这次陈情 能让他们十几年担惊 受怕的日子早点结束 印尼当局没有承诺被扣留的渔船 和船员什么时候会获释 居民表示按照以往的惯例 他们已经不期望印尼方面会归还于船 他们只希望船员能平安获释 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在军官 我们就会帮助他们 我们在军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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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帮助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